嘿大家好,支持利友,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我想聊一下最近我购买的一支腕表 来自Grand Seiko 很多网友知道我自己非常喜欢金工的腕表 金工的腕表 is the root of my watch collection 我自己购买的第一支机械表 是金工的铁水表 SKX系列 而Grand Seiko作为金工集团下面的高级腕表品牌 我自己当然也非常的喜欢 那么这支腕表是我自己购买的第二块Grand Seiko腕表 我自己购买的第一块Grand Seiko是SBGM-R21 之前在我的频道也有给大家介绍过 是一块非常不错的性价比非常高的腕表 前段时间Hodin King网站也跟Grand Seiko做了一个联名 推出了一款跟SBGM-R21一样的腕表 只是把表盘的颜色改变成蓝色 非常的漂亮 当然因为那支腕表可能是太过于正式了 而且它的表盘size相对我的手外有点小 所以佩戴的次数非常的少 最后又要购买其他腕表就把那块腕表卖掉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寻找一支更加适合我的Grand Seiko腕表 而且在我的频道里面也经常有一些网友留言 让我推荐一块值得购买的Grand Seiko腕表 虽然Grand Seiko腕表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但是它只有三大系列 有它的Elegance系列 相对比较优雅的正装腕表 它的尺寸也相对比较小一点 另外是它的Heritage系列 比较介于正装跟运动之间的一个系列 手表的尺寸也是中等偏大 表带也是以钢带为主 另外就是它的Sports运动款腕表 从它的机芯上看 有它这个独一无二的Spring Drive的机芯 是这个有点类似机械跟实应混动的这种机芯 很多人购买Grand Seiko的腕表 也是想尝试一下它的Spring Drive的机芯 另外它有出纯实应机芯的腕表 Grand Seiko的实应机芯 可以说是在所有实应腕表当中的顶级 另外就是它全机械的机芯腕表 有这个全自动机芯 有手动机芯 还有它的High Beat高振频系列的机芯 如果你把这些都搞懂的话 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 比方说你需要选择一块偏正装系列的腕表 你可以主要集中看一下它的Elegance和Heritage的系列 如果你想选择一块比较偏运动型的腕表 可以集中看一下它的Sports系列 像这块我自己购买的Grand Seiko的腕表 如果今后我想购买另一块腕表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品牌 但是这个不代表之后我不会购买金工或者Grand Seiko的腕表 因为毕竟我有这个频道 我想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自己觉得值得购买的腕表 可能为了这个频道 我还会去购买Grand Seiko或者金工的腕表 来推荐给大家 但是假设我没有这个频道 不做自媒体的话 可能有这块腕表就足够了 像我跟大家说的 这块腕表对我来说是一个终极的Grand Seiko 但是它对大部分的人肯定不是一块最合适的Grand Seiko的腕表 我个人觉得Grand Seiko在众多的高级腕表当中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的预算比较有限 而且又追求比较个性的话 不论是在外观金属的打磨上 还是机型的高级程度 有一点追求的话 可以看一下Grand Seiko的腕表 那么很多网友到现在一定非常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我自己到底购买了哪一块腕表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大部分的人会猜 我购买的是一块Spring Drive机型的腕表 其实可以告诉大家 这块腕表包括我上一支购买的Grand Seiko 都是全机械机型的腕表 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倾向于全机械式机型的腕表 不是特别喜欢里面有新构造的机型 所以我选择的是它的High Beat的机型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箱 给大家看一下这块腕表 这块腕表我是在Ebay的一个店家叫做DiosGuru1购买的 在这里呢 Big shout out to DiosGuru1 我在他们的店也购买过很多的腕表 他们也一直给我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和非常好的价钱 如果大家对金工腕表和Grand Seiko的腕表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经常到他们的Ebay商店去看一下 我又把他们商店的链接放到影片的简介栏里面 在这个盒子下面呢 是关于这个手表的说明书 和它的保卡 Certificate 下面呢就把这块腕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还是有一个Grand Seiko的小布袋在这 这块腕表的型号是SBGJ237G 其实这块腕表我拿到手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我也有佩戴了它一段时间 虽然还在Honeymoon的期间 但我还是非常喜欢这块腕表 就是这一支 那么这支腕表呢是在Grand Seiko Sports系列里面的一支 具有GMT3D实践功能的一支运动款腕表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首先呢这块腕表是一块尺寸非常大的腕表 它重量呢也相对比较重 所以呢它一定不会适合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的手腕是中等偏下的话 这块腕表呢可能不适合你 但是对我来说呢这块腕表是perfect 这块腕表表身的直径是44.2毫米 表身的厚度是14.4毫米 一定会有一些网友说这个手表可能太大了 或者这个手表太厚了 我觉得呢在现在来说 很多人购买一款运动款的腕表 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大表径的腕表 在运动时候或者平常呢日常生活当中 看时间更加的方便 另外呢关于手表的薄厚 很多人觉得手表越薄就越好 或者越薄就越高级 但是作为一款运动款的腕表 我觉得手表太薄了反倒没那么的好看 但是不管怎么说 每个人手腕的粗细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个人的审美和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尽量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尺寸 如果你的手腕比较细的话 即便是你非常喜欢这款腕表 建议你呢一定要去试戴一下 再决定要不要购买这款腕表 OK那么从外观上看 这款腕表是一块GMT功能的腕表 有3D时间的显示 这款腕表表面的晶体 还有它的表圈都是蓝宝石材质的 而且它的表圈在不同的光线反射下面 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有这个深蓝和浅蓝的颜色 我个人觉得这个材质和颜色 会显得非常的高级 另外它表盘的颜色是一种蓝黑色 不仔细看的话是比较偏黑的这个感觉 如果在光线下面会呈现一种深蓝色 另外它里面的指针和小时的刻度 都是手工打磨完成的 它的finish非常的精细 我特别喜欢的是它上面小时刻度的打磨 可以看到这个刻度棱角的处理 非常的精细 另外作为我的终极进攻腕表的收藏 这款腕表的龙头是在四点钟的位置 是进攻腕表非常经典的一个特征 另外这款腕表的表身和表链 是进攻独一无二的Zoratsu Polish 进攻的这项Zoratsu Polish技术 需要一个技师经过三年的时间 才会熟练掌握的一项技术 所以虽然在美国NJ有GC的service center 但是精通Zoratsu Polish这项技术的人 还是非常的少的 如果你想让GC重新抛光一下你的腕表 很可能这款腕表需要被送回到日本去重新抛光 我们可以看到表身上面这个打磨 犹如镜面一般 而且它的表列上面是这种法斯纹的打磨 它的侧面又是极度抛光的处理 在棱角的部位也是抛光的处理 这种做工非常的精细 我觉得要好于很多同价位的瑞士高端腕表 另外相对于一些Grand Seco运动款的潜水表来说 这款腕表的带扣做的是比较薄的 而且它的表列是这种螺丝拆卸的方式 这一点是跟很多瑞士高级的运动款腕表比较相近的 不像是一些Grand Seco的潜水表 它的这个表带带扣做的非常的厚 平时戴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 而且它表列的拆卸方式还是传统的那种定针式的拆卸方式 并不是螺丝的 我觉得这款腕表显得更加的高级 而且在表面上看它有这个Full Size Link还有Half Size Link 而且表带扣上还有这种微调 所以你会把这个表面的长度调整到非常适合你手腕粗细的一个尺寸 不会像某些腕表要么就是太紧 要么是有一点松 这个你是完全可以调整Perfect的一个尺寸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机芯 我买这款腕表除了它的外观和它的功能以外 我也一直在看Grand Seco High Beat的机芯 因为在我的收藏里面没有一款是High Beat的机芯 它这个High Beat的机芯是每小时36000振 有点类似Zenis Apple Mero的高振频机芯 通常机械表的机芯是每秒钟振动6次 每小时大概要在22000和23000之间的一个振频 而这款表是每秒钟振动10次 所以会达到每小时36000振 在理论上来讲手表机芯的振频越高 手表的走时会更加的精准 而且如果你细微的观察这个手表秒针运动的轨迹 你会发现这个手表的秒针比普通机芯的腕表运动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Smooth 这款腕表的精准程度官方给出的是正5-3 以我平时日常使用来看 我发现它每天的误差要快5秒左右 我觉得以它这个价钱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从它的时间显示来看 这款腕表一共有4个指针 除了12小时的刻度 在手表的内圈有24小时的刻度 在手表的外圈同样是有24小时的显示 这样就可以使得这块腕表在同一时间显示三种不同的时间 打一个比方 如果现在我的时间是当地时间2点多 我现在的时针刚好指在2点钟的方向 而我的GMP指针指向的是14点方向 因为我是在美国的山地时间 在当地时间是14点 对应的是中国时间凌晨5点 所以我的外圈的设置是中国时间 这时候非常清晰的可以告诉我 现在在中国是早上5点钟 OK 那么如果现在我去travel 比方说我坐飞机到纽约或者到洛杉矶 在纽约是比我这里面快2个小时 如果我坐飞机到达纽约之后 我可以快速的调整本地时间的指针 调快2个小时 这样我还会知道我家里面的时间是下午2点钟 而在纽约当地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 而且这个小时还可以回调 如果我是飞到洛杉矶或者夏威夷的话 我可以非常轻松的把这个指针回调 这款外表也有出另一个配色 是配在皮质表带上 另外一款是SBGJ239 是搭配绿色的表圈 因为Grand Seco在推广这款外表的时候 虽然是一块运动款外表 但这款外表其实搭配正装来佩戴也是可以的 所以Grand Seco就把那款外表搭配在一个皮质表带上 这在很多运动款外表上面看不到的一种配备 我个人觉得虽然这款外表相对比较厚 但是穿衬衫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搭配正装来佩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觉得在穿衣搭配上面 不要遵循任何的条条框框 谁说正装外表就一定要小尺寸 轻薄皮表带 其实如果你自己愿意 你穿西装搭配一块全金属的GSHOCK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我们下面看一下这款外表夜光下的表现 虽然在它的刻度上面 不是每个刻度都有发光体 但是它的外圈因为是蓝宝石 它下面都是有发光体在的 非常的亮 这数字非常的清晰 alright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关于这款外表的介绍 和我自己购买经历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那篇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